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做的鱼叫啥鱼呢 叫苏鱼 苏鱼和红烧鱼相似 但是苏鱼的特点呢 肉质有润性 嚼得有嚼头 并且鱼刺都能吃了 所以它叫苏鱼 朋友们看一下 把这个鱼尾这个地方给它嚼下去 把这个鱼鳍也嚼尽 这种鱼小 这种鱼小 这个咱们是要做酥带鱼 把这个外面 看我手粘这个东西 这个一会儿处理一下 放下这个苏鱼粉 这就可以了 不要放多 试探的放 不要把鱼烫熟了 你要烫熟了就不用说了 那淋油都下来了 这还凉 再搭上点 这个呢还可以用麻布 这样 都带一下了 不干净的带一下 往这一放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个鱼 这个鱼啊 再比这窄一点的也行 再窄一点也行 就这么长一段就行 我们要载放在这整条 往锅里一放都可以 这鱼段弄好以后呢 少加点鸡粉 再来一下 酱油少许啊 上下色 这可以呢 多做点 别做做一盘 你照个三四盘做啊 这几天这人多 你都可以 拿出这招待客人 就可以了 朋友们看啊 这个油温比较高 这样啊 这么往里下 看这个没了 扑不出来的情况下 这样往里下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个先捞出来 看一下啊 这油又热了 往里一下 看一下这颜色啊 呈现出是老油色 就可以了 炸的略微让它干一点 朋友们看啊 这就炸好了 我这个呢 是咱们家庭用的 这个压力锅那个胆 放到这儿 直接呢 把它捞出来 看啊 把粒精油拌 葱 姜 花椒大料 番茄酱 白糖 粒精 代替了味醋 排醋 料酒 酱油少许 你调这儿的时候 就得咸一咸 微带 酸甜 照这个糖醋口 稍微小一点 比没有糖醋口呢 那要大得多了啊 你自己长过就行了 然后呢 再倒到这个锅里 那个锅 倒到这个锅 这个压力锅的档 这个一般呢 你可以试探一下啊 根据你这个 压力锅的使用啊 有的时间长一点 有的短一点 这个是二十分钟 我这预计二十分钟 打锅再看一下 如果汁还多 再靠一下 得收一下汁 看一下这鱼啊 这鱼可以随便的摆放 我那个做个环摆似的 朋友们咱看一下啊 看看我这压力锅里面 这个汤汁 这就是正好 这个菜的口味呢 要重一点啊 就这个盐口要大一点 这个属于饭菜 要喝酒呢 喝酒这个口呢 还要重 最后啊 我这个中间呢 放点这个 葱丝 白色的啊 醒目 朋友们 大家好 这个菜呢 我做好了啊 这个 不要像我做这么少 一次最少做到三斤 四斤 五斤啊 往冰箱里放 随时随地就拿出来吃 是吧 不是今天做完 明天不能吃 多做 因为这个菜呢 还有点麻烦啊 呃 菜做好了 有什么需要 给我留言 点赞 希望了啊 谢谢